第一期提問我們說有關於物質分離的實驗 就是我們分離食鹽跟木炭粉的整個過程 哪個過程是正確的 我們回想起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首先是把食鹽跟木炭粉都倒在食鹽裡面拉拉 讓它能夠溶解 然後再經過濾子把它過濾 讓可溶的食鹽跟不可溶的木炭粉分開 這個我們稱之為溶解過濾法 然後再把那個濾液倒在蒸發裡面加熱去煮 然後得到了我們的食鹽的結晶 這個我們稱為所謂的蒸發結晶法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整個過程是先做溶解 然後再做過濾 然後再來結晶 因此我們的答案要選擇的是豬 先溶解再過濾 最後再結晶